比赛可以说没,那是必须是嗨,大家好我是Syphon,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大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做的时候我还没把那个片头做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自己特别做一个这个Gardians of the Galaxy片的片头 我本来前几天已经想做,但是一直被我搁着呀,这真的是懒得要死 先介绍一下吧,待会再讲电影吧,毕竟我们待会有的是时间 这次的话我是想弄一个,以前Joey和修福弄过一个叫Battletree Trash的一个这么一个系列的视频 然后就是用一些很诡异的东西去打电,去推述,然后基本上的话能赢一场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当然我这些今天的配置的话倒没那么坑,但是好不到哪里去 首先的话我支持这个叫Groot的,因为树,树的话大家一开始想的不是插路就是想到鬼树 但是毕竟这个耶弹龙也是个树来的,是个野树 所以我这个没出现过,我又特别喜欢耶弹龙,所以的话我就选了这个耶弹龙 然后一只群儿小姐,这是Groot了,Gamara的话我是选,同样有选这绿色的东西 那绿色人情的东西还是比较女性化,我一下子想到是群儿小姐 那我的战术的话就是这个野弹龙可以开个晴天,然后群儿小姐的话有这个叶绿素 那么这个在晴天下的话,我们的野弹龙的输出还过得去吧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这个after you,这个就是理论上来说花龟就是这么大了 这没有花,这只有花没有龟,Gamara在电影里面也是够性感的呀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二部里面他这么性感,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声音 我觉得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可能有点太人类了吧 然后Drax的话就是一只蓝色的还是格斗型的东西,如果是暴击纹能有蓝色皮肤的话 但是他闪光是绿色的,如果是那个的话我就当然选暴击纹 但是这个的话就选了这个蓝鸡脑,那么这也是很容易选的一只东西 固执选了一个AV向的四弓,然后随便拉了几点速度 这个225是比66里面是比什么20速度的土毛要快 这土毛的话我这是220速度是没有加速度的,那么这是225的 最后的话一只rocket,那么我这次是打双打,大家看到我四只 那么因为在那个战队里面有5个人的嘛,但是只有 我就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利用那么多个的,现在没有3打了 所以的话就双打吧,那就刚刚有4个,然后starlord的话 刚好我也想不到有谁给他好,所以就不要他了 所以一只的话当然最简单的话就是选择这只蛇文雄了 因为就是应该是唯一一只,因为rocket就是属于racoon Pokemon 然后racoon Pokemon就只有这一只东西 那最后的话还是选了这个最正常的普C的配置 那推速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急速了,反正加点攻击也好了 其实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再少一点速度,少一点攻击,多拉点耐久还更好一点 但是毕竟是普通C嘛,可以回个血也就是这样了,司空 这些没错吧,这些是pick up,其实我没用过 我也不知道这是能不能在队下里面抢对面的道具 如果是魔术师的话是可以的,这是精英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 其实那部电影的话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说不喜欢吧 我还是很喜欢,我看的时候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感觉的话还是它跟你有很大的区别 也是跟一般的续技来说也有很大的区别 原来的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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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记录的呀 对对,我已经20场了呀 我还没把它放到战斗箱子里面呢 这个的话有点小尴尬呀 怎么说呢,我也不觉得那个电影不好看 但是今天的话我目标就是赢一场 如果能赢一场的话我就非常开心了 但是超双的话好像是打绿呀 小绿的话我不觉得我们打不过呀 不不不,普通20层 这个拿个,因为我在citra上面打的 这个的话感觉这帧数还过得去吧样子 然后的话我是没有开那个曲线的 因为开这个比较低的分辨率曲线的话 看上去就是一团马赛克,非常的恶行 但是现在好像带了线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反正不管了 因为的话第一部是一个更加 怎么说呢更加完整的一个故事吧 只能说是 然后现在第二部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它幽默的话,幽默的地方有非常的多 就是它第一部,它第一部里面它怎么 它感觉比较幽默的地方 像Groot,像什么Yandu,像Rocket这些地方 它都第二部严重严重的突出了这些幽默的地方 然后搞笑的地方基本上都非常到位吧 然后也没有说搞笑的太离谱 然后变得不搞笑什么的 然后但是的话 有些的话像Baby Groove那些 感觉还是有点过来用的 实在太多了 特别是我觉得开头那部分 疯狂的在用Baby Groove来造势 然后电影院里面那些女的就这样 好可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也觉得很可爱 但是感觉有点太用过头了呀 实在太多了呀 整部电影的话 虽然我很喜欢它 不对 怎么玩笑 这不是20层吗 我不是在20层吗 不管了,反正能打一层就是一层 普单普双也不比超双要简单多少的呀 我这个超双的话好像在什么100还是1000多层的样子吧 如果没有乱改的话 这个开头部分卡的够厉害的呀 就是说那个GOTG2里面的话 是更加是一个没有像1里面那么完整的一个故事呀 卧槽 卧槽 这他妈一来就给我在针对了呀 这怎么打呀 还得保护开一发晴天了 对面而且还是两个跟我一样是游有球 那叫Friendball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怎么是怎么形容呢 就是在我可以说在星战7的话是一部 就是它虽然很像星战四星希望 但是原力觉醒的话更加是一部 以这个人物为中心的一部电影吧 就是它它故事跟4很像 但是尽管他们都是在打一个类似死星的一个星球 但是在4里面的话这个是打死星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吧 就是电影里面主要的一个干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7里面的话 但是在7里面的话 它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一件事情吧 它主要只是为了突出 他们要打这个stark killer base 主要还是为了突出这个 瑞啊什么fin啊他们的关系之类的 这个故事吗 是一个character driven movie 但是很可以说gallions2里面也是这么一种做法吧 打我打打我吧 哎呀然后它打到 哎打到我身上了不错不错 这不行啊这真数还是掉的好厉害啊 就是gallions2的话也是这么一种 我去他妈的只有逆领哎 双连我不错不错这套做我喜欢 但是我们怎么干掉那面呢 我想想我没有催眠粉的呀 我也只有一个草本也是干不动对面的呀 看来得after you加加强打了 哦不对它是因为逆领是随机选目标的 哎好麻烦呢 因为我后面有那个啥的话 我们先after you打右边的那个狐狸吧 今天如果我应该带随眠粉的 但是如果能一场的话就不错了 如果连输两场的话就算了吧 呃这个嗯龙锤吧龙锤吧 龙锤吧 锤一下这个然后这边的话after you一下 希望的话他大火能miss吧 如果他不miss的话我就死了 我不应该带命运的应该带七妖的 我想自己自己杀了呀 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garden 2的整个的结构吧 甚至我见到也有评论说我不剧透了 我见到有评论说他整个的像是一个一个情景剧一样 就是这么一种角色 主要就是他剧情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太多 不能说也没有太多 反正这更加就是想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 我操财大这么一点我不是我极限物攻的呀 哎呦我操这场 哈哈哈哈我得开个顺风才几个 哎呀是打中了呀 我这边双下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那边非本利你不一定打得死我了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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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面选择对面选择Darkest Larian 原属啊 那我上面上那个蓝鸡老然后进行一波银崩 啊那么电影里面的话自然也是有一个 啊我刚才想的不是特别他们有点像情景剧那样 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整个的整个电影的结构吧 就是我觉得他是相对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结束 像一部电视剧一样 就是只有中间那部分肉的那部分就是怎么说呢 像像写作文你需要有个开头 然后中间那部分然后结尾吧 我就觉得他开头后面那部分相对不够一点 基本上整部电影就是中间那部分 然后的话 呃他当然你想都你可以很很显然想到他肯定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叫twist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个转折 然后那个转折的话实际上是真的是超级明显的 大家想都不用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想到了 很显然的一个转折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话要转折可能也问题也不大吧 呃我有可能比对面的Cinno的快吧 这边的话大伙是喷我的那个猴子 呃我的我的Groot好惨啊 对面要打中的话就要死了呀 我还帮对面开了个晴天呢 我个人是真的是我总觉得我总我觉得的话整体来说的话 我甚至还更加赞同那个作为坏人那边的一个动机啊 我觉得这个好人还没有最终我觉得这个好人还真的是不如坏人啊 别别说你那个delfox也咋不死才打了这么一点 害怕吧害怕吧今天今天打打了几场四批这个疯狂的这个严崩中了就害怕呀真可怕 我觉得最终我觉得坏人可能比好人更加有道理啊 嗯那就不剧透了这个这个射击太这个太射击剧透了比较难讲一点 那如果我们下个喝喝喝的话可以可以成功干嘛逆拎他的呃 吃下就发逆应该不会太疼吧 可以接手可以接手才打一半 好这边的话我们换上rocket 最终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最终的话就是他整个的也只是更加为这个剧情所服务吧 我只能这么说哇操是怎么打呀 我必须严崩害怕一发才行 然后的话点出一发我复古速度我速度比他们都快的呀 这里Z没用啊我必须好像我感觉我必须害怕才行 这里的话复古然后的话也有藏 我这里的话要先复古 然后然后的话盐崩必须害怕他的那个emble才行 不然的话这把就应该就贵了呀 那不一定他有可能如果盐崩能打中对面的incineral的话 他emble有可能会打他打我drax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啊我觉得 嗯燕崩真是双打RG技能吧 总体来说的话我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oh fuck 哦还好还好还好 我突然想到我不是没有大树果 我我总体来说的话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我感觉到他是没有1那么好吧 总的来说 1的话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喜欢 当然的话也跟场外的因素有关了 哎呀哎呀这这这1的1的话 我是在跟跟跟跟女朋友在在旅游的时候看的 然后看完之后嗯哎呀那个难忘啊 真的是哈哈哈哈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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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我那天那天我那场看的哎呀我操哎打我的那个打我这个吧 我那天我那我那次看的那那次那次看的那个1的那个3D眼镜我还在哎都推我这个肯定死了哎 我又不可能赢下一场呢 我可以打下 哎 他音乐的话而且我觉得对对对2的音乐我觉得没有1好 中1的话有很多手让人挺印象新克的 2的话我好像我也哇操2的话我好像我也只是喜欢那个呃 呃他也是游泳那个friend做的哎怎么搞错 这这这这他妈一下来就针对我呀 2的话好像我也只是比较喜欢那个 啥呃 那个那个那个预告片的那个音乐 哦对对还有那个最后的彩蛋 然后我不会告诉大家有什么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绿透的 因为跟整部电影好像关系不大 只能然后的话但是有5个彩探 我操从头到尾有5个散弹啊哦我超级喜欢2这个最后这个不那个 音管里面叫credits啊哦一两哎这封我有可能吃的下 miss吧哎呀不miss credits啊我也不知道中文叫啥 呃应该吃不下毕竟有晴天加成了 啊到下了这是我们再打一场吧如果能赢下这一场的话 哈哈哈哈 嗯 以后的话我有机会我有机会也是多 有机会可以多做一点这些呢 拿这些垃圾配置去拿推述的 是推述的视频啊真的好好玩啊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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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1 2的credits做的真他妈好 就是就是开头的话就是开头叫opening credits 后那个结尾叫end credits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播那个不能说字幕啊 反正就是开头的话会显示哪个演员那些名字 然后导演的名字然后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啊 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所有演员啊 所有制作东西的名字啊就是那个叫credits吧那个做的实在是做的好好啊 两个都做的好好啊 一般来说的话最有特别是end credits的话 一般都是只是一个黑底 然后一大堆白痴在在就是在播嘛 但是这个真的做的好好好 大家很值得大家去看 不仅是因为为了看那些彩蛋啊很多很搞笑的地方 如果大家能给到的话 然后的话 那个彩幕后彩蛋也是挺重要的呀 对于那个漫威未来 怎么说呢 因为我个人的话 我对于漫威不是不能说不了解啊 我比大部分人都了解更多的 因为虽然我很少我就是偶尔就是偶尔翻一翻漫画而已 但是我看电影之前的话 因为我平时在youtube上面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看各式各样的视频 漫威的视频的话肯定会看了很多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如果我看了如果我对漫画了解的话 这部电影的这个这个转折的一下子就能想到 但是觉得好神奇啊 我居然没有看到 因为也不能是叫补习吧 反正看电影之前的话多多少少也会看一下有关背景的一些一些视频吧 但是居然居然没有听我没有见过有关这个 这是转折的这个这个这个说法 我不是说法就是这个转折的来由吧 哎这是两次都是黑暗球 呃slacking和嗯有可能可以赢哎 这次我们如果能活过第二盒和开出晴天的话 但是我速度还是比钢瓶快的啊 啊我是带七妖就好了呀 我不想带命运啊 命运好垃圾啊 而且的话我的路程没有保护啊 嗯还好 什么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晴天加保护 一如既往的这样吧 我这边后面的我们的drax可能有大有发挥啊 明天 然后新来的话二里面多加入了战队加入了Mantis 然后还加入了Yandu还有呃 还有还有还有那个谁啊 啊Shit Kamora的妹妹 衣里面也有的那个蓝色女的叫叫啥来的 Shit 我一下想不到了 嗯 不正在在做视频啊想不到叫啥来啊 都都做的挺不错的啊 但是Mantis的话就除了Mantis的存在感相对比较低一点 哥瓦 应该是又打到我身上不错不错不错 那我们可以双点那个这个这钢兵那个哥 但是我我只有搜拉比鲁可以挑拨 卧槽 哦还好还好 呵呵 这是什么鬼挑拨 呃 我们该怎么打呢 嗯 我没有理由after you吧 我们可以大火焰放射肯定是这个野弹树是火焰放射打钢兵 但是我的群华小姐是阳光烈焰打这个 打这个 死拉均吗 我觉得还是还是得打掉的呀 这个火焰放射如果那边不是气妖的话 没理由吃的下了 他一发也打不死我这个野弹龙带也就还够得去的 那就这边火焰放射打这个钢兵 然后阳光烈焰打我们的死拉均 他死了啊 情况小姐死掉的话就不上那个啥就好了 我来逼路 ok 如果我对漫画了解的话 我应该就能知道这个转折点了 但是我对漫画不够了解 当然也是好事 让我在电影里面 很多时候特别是现在一些大电影 像那些像特别是像什么行战那些的话 你看你就知道了 你对他了解多了 你就不会他怎么搞的 你都不会有多吃惊的 下一部电影的话 像是啥 是Wonder Woman的吗 好像是7 怎么这么疼 Wonder Woman是7月吧 这死了 然后不对不对 7月是蜘蛛 蜘蛛 蜘蛛还有神讯女小小 差不多时候上映的 如果不知道的话 蜘蛛是我最喜欢的超音 我真的非常非常 为什么要挑拨 我真的是实在是非常喜欢蜘蛛 我有见 我有见那个我有好多件蜘蛛的气血 还有一件在UA买的 就是在UA有一个超级英雄系列 是那种紧身服来的 做的非常的漂亮 我有见蜘蛛的 然后现在好 现在肥了好多 买的时候穿不下了 那件的话我好像还是好久以前叫同学在美国再给我买回来的 还是还是不好买的东西 那是真的好好看 如果有那个身材穿的话 我们这场有可能可以赢 这个不是完全垃圾 我们赢了要不要打多一场 先别先别干嘛 被对面after you了一发了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 应该可以无脑阳光烈焰了吧 这边的话出尼多网 另一边的话出傻逼眼 这该怎么打呢 想想看啊 傻逼眼威胁比较大 先阳光烈焰打他 双点那个傻逼眼 因为那边的话我们有兵权 有什么神速的话打尼多网好打 这边的话先这个火焰放射吧 火焰放射可能不一定 其实我看一下我攻击是多少 算了看直接一个 我不想直接一个龙锤下去吧 要不对不对木锤 木锤上太高 一个木锤砸到那个双点 这个锅魂眼角 如果这个阳光烈焰把它打死的话 我们的木锤就可以打到 隔壁那个尼多网阁去 所以的话也还可以接受呀 这个再说还可以呀 缩拉宾 我觉得是打不死的吧 但我电脑的话耐久很诡异的呀 我记得的话六代的话 就是六代推塔 那个电脑的电脑的那个呃 努力值是评分的 原来的话好像一开始是什么606060分 可能是分层评分的 好像是20层改一次的 最后的话好像是相对比较靠谱一点 一开始好像都是60 还是不是不是满 哎居然打死了 一开始好像就不不是满 然后后面是就是反正就是后来是越来越合理 但是期待的话如果没搞错的话 我是期待刚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那些data mining的数据吧 然后应该就是相对都是252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麦克会打打谁 如果是打雄和小姐的话就死了 打龙的话不一定 哎龙的话不一定打死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哎这场有可能会赢了也不错不错不错 哎呀但是能赢说明我们的这个我们那个 我吃了个果子能赢说明我们的战术还是太好了 正常不应该赢的呀 我从来没其实我说我目标是赢两局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能赢了呀 我目标就是全输了呀 如果这场赢了再打一场吧 这个好好玩啊 我目标哎我真的好爱耶弹龙啊 耶耶弹龙应该是真的是我期待最喜欢的一只东西 这场要你拿下来 我这个可以一发巨型冰过去就好了 还能省一下动靠时间 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的话我还吃了个果子呢 哎呀这战术不错啊 这个回回伤之后我又吃了个果子 我好像是我是首映那天我也是首映那天去看的 然后的话那天晚上居然是夜场没什么人呢 我觉得好奇怪啊 我一般看电影都去看夜场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喜欢夜场的话 夜场的话一个人看比较有比较舒服 两个人看比较可以干嘛 然后但是的话有时候就是看夜场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以前不会的 我最近可能身体就是不是特别好 如果看夜场电影的话 夜场就是我夜场我就说12点左右的场次吧 有早点的话就11点左右 但是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看夜场的话 第二天都会有点头晕就是头疼吧 我也不知道是头疼头晕 反正就是也不是特别舒服 当然也跟我最近我这大家听不到 我最近都是莫名其妙有点拉肚子 然后就不是特别的舒服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肠胃的话这几年一直都很脆弱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随便拉 随便怎么吃都没所谓的 但是到中之后到大学之后的话 就是一不好就拉肚子的 真的是烦了 好了再打一场 既然这场能赢了 这时间的话现在录了26分钟 还能接受吧 这个帧数的话其实这跟这个我们在录屏有很大关系 如果不录的话也好很难过 我电脑也不够好 也有可能跟我开这两个屏幕有关 如果我不开另外一个屏幕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那是不管 怎么又是穿这个孤楼队的呀 反正的话我其实我不管我介不介绍大家估计都会去看吧 很肯定也是值得会看 你看了会你会很开心 因为他真的是看的时候很爽的一部电影 我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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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的话我比那个血要慢 没办法还是得开晴天 他有可能傻乎乎的不打我 这边的话还是得保护一下 先保护吧 打我吧 两个一起打我 双点我双点我 那边有可能会暴风雪 我不确定电脑想干嘛 有可能会暴风雪 我不确定上次 真他妈暴风雪 别打中 别打中 这是一个声控游戏 别打中 我擦了 这边就死了 好可怜 就这样死了 我考虑过戴抗苹果 就是 大家那个用那个 大家看那个插粉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插粉的视频音频真的是超级差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反正真的是很差 我为什么要催眠粉 因为的话 因为的话我换了个新麻衣版 因为我换了个新麻衣版 然后那次是应该是我录的第二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个那个random 然后 然后 我应该上这个 上drex 然后 我可能要强怼一下 这边cc打这个冰鬼户 现在这麻衣的话 收音的话 比以前那个更好一点 然后我那次路插喷的话 嘴就是嘴巴靠太 就是人离麻衣太近了 然后的话就声音就全爆了 一大就是失身的很严重 然后 我修来修去的话也只能修出那个鸟样了 真的自己修音频的能力有点 需要大幅提高啊 这边的话如果近战能打出去就肯定能差的呀 诶我速度还比他快 对面还没有加速度 这些东西也基本没加速度了 可能我随便堆了几点速度对我来说 对面是70几速 哇操才打这么一点 诶打死了 不错不错不错 可能之后要用垃圾技能延崩了 他有可能独次要打到我这边 穷二小姐上来的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场有可能会输 反正就是我靠太近了 而且现在的曼耶的话也比以前那个要高一点 就是离我嘴更近一点 以前的话我得更加靠近一点才能听得清楚 然后上次的话就是靠太近了 这次的话我有现在也好几次可能我现在不清楚 我一般的话不会边听着我自己说话边干嘛的 虽然可以 但是我一般不会那么干 然后的话我不清楚 希望没有这个失真 我现在我知道了是那个gain也要低了一点 所以应该很好吧 我希望 失真得很大麻烦了 还好我起码我这次开始录之前我还测试了一下设备的 我是不是要不冰洞啊 这个cc打不疼的呀 虽然他stock pile三段的话也不一定能打得动我的那个 我的蛇文雄中六之后应该还是能打死的 得看对面还有啥了 如果能围绕他吧 我操尼多王啊 尼多后啊 这边的话就双点尼多后吧 没办法 先把尼多后干掉 太麻烦了 这个臭臭尼多好尝试我们复古来解决 这场能打赢的话就不打了呀 这个时间也有点小久了 而且这帧数不是特别的高 如果这很流畅的话 我还考虑打久了 可能过几个月就能更加流畅了一点 我这个版本好像也是1月份的版本 1月的版本 1月30号的版本 这边冰拳打到这个尼多后水上 难道我的这个Gamora加速速度呢 还是他真的是那么慢的呀 花龟 哇操才找这么一点 不一定能两次都活下来呀 花龟的话他这个花的速度不是90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 花的速度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是如果不是那个 不对不对 我想我在想啥 我是想不是那个急速的话 是中二没有那个菲罗美郎快 因为那个菲罗美郎 感觉菲罗美郎那种跳舞队的话 对于花龟还是挺不好 卧槽 我对于花龟还是挺不好办的 斯华哥 这什么鬼 啊谁 啊我 还是得双点这边啊 这边抽抽你要干嘛 这边拦截我们的Drax 因为 Guardians 2里面 就是如果大家对Guardians 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这个Drax 还有这个兄 两姐妹的话 对于Thanos来说 都是很讨厌Thanos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真我不知道最凶的话 是谁会把Thanos杀掉 如果是这个我感觉如果不是复联的人 把他干掉的话 不合理啊 当然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Thanos最终自己不干了 不不不搂了 能量能力太大 然后就被被说服 然后就放权 然后就放弃了 但是好像如果是拍成电影的话 在漫画里面还好 但是拍成电影的话 真的是不怎么样啊 啊 然后这周的Flash的话 上一周的Flash最后最后就是 最后是那个Sabotage 取下了面具发现他自己就是Berry 啊 如果是不知道的人的话 所以剧透了 啊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SavotageBerry 这个这个好像是 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太悬念呀 大家一早就猜到了 然后这个他拖到了二世纪才告诉我们 真是啊 这个狗了 真是上来很不满意啊 对面就全独对吗 不对还有个兵器 反正就是他妈针对我们的手法 电脑其实很蠢的 他只会我感觉啊我打了我打推数也不算特别多 反正但是我感觉电脑是特别会针对手法 不会针对后排的 打不打自己没有太大所谓吧 但是还是打自己了 我觉不觉这场的帧数特别慢啊 可能也跟录了录的比较久有关吧 这边独刺打谁 点谁 可能如果他聪明的话 哎呀他不聪明 全而消息在这把是完全被用的呀 他干嘛要完全没有必要打我 其实说真的 OK那么 我得想想下个合合是决定胜败的话 得看对面最后一支是啥 我这边拦机老家 蛇文雄 不一定打得过 有可能可以打得过吧 对面是胜贩呢 胜贩可能有点小麻烦了 R-3的话好像要4年之后吧 现在还没排上日常呢 现在2017年 2019年 好像电影是排到2020年吧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电影的话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 即使现在订档了以后 还会有可能会换的嘛 那个档期 最近上演的电影好像就 五月有啥 我总是五月有啥 我总是不记得 我知道有Alien Covenant 但是好像 哇 该怎么打呀 我感觉要 联邦吧 反正都打不疼 我害怕效果更好 这边的话还是得 这边的话 还是得这个belly drum 如果 因为如果待会我 我可以复古到回到半血 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来的 如果需要的话 我单挑我的那个东西 不一定能单挑的过 对面 看一下吧 看一下鬼棺材要干嘛 如果对面不是鬼火的话 完全接受 电脑我不知道有没有聪明到鬼火 如果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 鬼棺材没有技能可以打我的 棺材的话也只有 正常来说只有觉醒斗的 在六代时候会带 而不五代时候会带 哇 这完全打不动了 这出两个害怕吧 究竟还有什么电影我都不记得 嗯 不能讲 哎 打打打我 拦截了太好 好好 他妈我负一防之后 好麻烦的 哎他妈他还中毒呢 害怕吧害怕吧 害怕吧 不中毒的话这场有可能会赢 看一下是不是害怕 哎 害怕了 不错不错 有可能会赢 我不确定他毒刺可不可以一招把我们打死 如果他一发打不死我们的石闻熊的话 I doubt it 但是石闻中耐久真的很差 哎呀我有点后悔没有加多一点耐久了 我不确定能不能活下下一个盒 这是44掉到23 哎 掉了21点了 如果对面出不了招的话 这这次还能还能活下来 这个盒继续眼光吧 现在这个盒的话先一个那个 怎么打呢 还是先迎爪把那边的棺材打掉吧 最后的话 先把棺材打掉吧 因为如果我这边神速把mark收掉 然后 对面棺材能打死 我不确定了 这好像是个扎槽 我应该留着那边的口法 因为最终的话 还是要拼神速打不打的死对面的mark 如果是 这刀银爪肯定死了 如果是不害怕的话 我真不知道 这场的话 就是这里还是得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石闻熊会不会活下来 如果能活下来的话 好讲如果没能活下来的话就输定了 刚才其实那番盐崩的伤害还过得去 打我的这个打我的蓝鸡老吧 或者害怕 害怕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盐崩 就是这伤害 掉了什么10%的血量 其实这伤害还可以 过得去的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别打我的十分 哎 垃圾气能也崩了 活不下来 这回合就CC就好了 因为CC威力在搞吧 其实要不要搏个冰洞害怕 冰洞是7属 威力CC是90 还是点冰权吧 点冰权比较厚 因为冰权的话 有10%的几率 的话也没有冰洞 对我来说的话 差那威力差 比CC差那么一点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不去 我应该神速的打不死 如果不搞错的话 对面的话血量还是太健康了 我不确定这场的话赢了 如果对面没有中毒的话 有可能 但是中毒的话真的不好办了 我让他按这个这个 stoppile那么多段 神速伤害 果然是两发在走的伤害 所以的话还是得看我们吃一下 对面潜在的毒刺 我不确定 我觉得吃不下 动吧 弄住吧 垃圾生克游戏 哎呀 还是不害怕比较靠谱 哎哎他又打我的蓝鸡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双打的话 那个洞的那个角度 可以看到对面打谁 有时候太好了 确认了两场 太他妈神奇了 确认了一个两场 下次的话得带点更加不靠谱的东西 因为如果大家看过那个 Joy 那个Joy和修复那个视频的话 那个视频呢 他们东西都是更加不靠谱的 就是各种特攻手 用物攻技能 然后物攻手用特攻技能 而且没有本器 然后那些技能威力全是什么水枪 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能够下来 那些技能够下来 这些技能够下来 其实他她真的蠢了 打我的石温熊就好了 我们来计算一下杀害 我到时候的话 你把伤害贴到这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拿手机算了 居然哪下了 我应该如果打超双的话 我觉得我哪会下来呀 好生气 好欢乐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看看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个硬币投个赞 然后给点灵感我吧 我应该是take a break 好久没投个数 我觉得我两三个月 没打过数了 那些各种都过了100层之后 就长得打了 真的好无聊 Mark我们可以算一下伤害 Chrome Mark 如果对面 然后我是Line Loom 不是take a save record Line Loom 对面如果是不加攻击的 毒刺可以打我37到43点 不对我 我没有加HP 没有加耐久的 45到53 对面的话 电脑我不确定有没有加 应该是平分努力的 如果算是60点努力的话 不对平分是80点努力 算80吧 如果是80点努力的话 48到50几 这大几率把我决断 8成几率把我打死的样子 还好 这电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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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让我退出 好吧 哦 对对对 谢谢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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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大家喜欢的话 点个硬币投个赞 然后给点灵干我什么的 但是玩的好开心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